《十点读书》 一个人会成功 不代表他是最好的 最聪明的 或者最快的 而是代表 他养成了一些积极的习惯 并且把这些习惯坚持了下去 从吃什么 在哪里工作 到和谁在一起 如何度过下午的时光 每个选择都决定了 你今天的生活方式 而你的生活方式 又决定了 你会取得怎样的成果 达伦说 你的生活走向 取决于你在日常生活中 做出的微小决定 是实现你想要的生活 还是无意识地走向灾难 事实上 塑造我们生活的 恰恰是这些最微小的决定 第一 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决定 可能成为 现在生活中的一个巨大事物 达伦哈迪一岁半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他由父亲一人养大 父亲曾是橄榄球队的教练 生活高度自律 他会每天按时在自家停车场 运动健身 无论严寒酷暑 刮风下雨 他也会在固定的时间 把孩子叫醒 无论是读书 运动 打理家务 都按照雷打不动的时间和规则进行 他的核心理念是 无论你多聪明或多笨 你都必须十分努力 弥补在经验 技巧 学识 天生能力上的不足 如果你的对手更聪明 更有才华 更有经验 你只需要比他们多努力三四倍 这样你仍然能打败他们 他的训练方式非常简单 就是用努力弥补天赋 在比赛中发球发丢了 会要求他每天都做一千次发球 不擅长左手运球 那就把右手绑在身后 每天运球三个小时 数学不好就请一个家教 一整个暑假都用来学数学 直到有所突破 以父亲为榜样 达伦哈迪同样自律 并且相信坚持会带来复合效应 24岁时 达伦的年收入超过了100万美元 不到40岁 他的资产足够供一家人度过余生 回过头看 父亲每天一连串微小而聪明的选择 让他和孩子都坚持了一种正向积极的生活方式 让他们有了健康的身体 良好的习惯 而这就是复合效应 重复一个选择 一个习惯 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 当看这些选择 会感觉微不足道 更没有立竿见影的改变 比如 有人跑了七天步 体重并没有变化 有人练习了半年钢琴 学会了一首曲子 就不知道 未来的进步在哪里了 有人在退休账户中 存了几年前 发现活在当下会更快乐 就把存的钱花光了 也就是说 大部分人在没有等到 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之前 就匆匆放弃了 也就享受不到复合效应 带来的回报 成就上影中 讲了三个朋友的例子 第一个人 每天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重复 他很开心 拥有这样稳定的生活 除了偶尔抱怨 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之外 日子过得很平稳 第二位 每天会读实验书 并在上下班途中 挺30分钟的音频 他希望给生活带来变化 但不想大动干戈 他在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 决定以后每天的饮食 减少125卡路里的能量摄入 每天多走2000步 第三位朋友 做了一些糟糕的选择 他买了一台新的大屏幕电视 这样就可以收看更多 他喜欢的电视节目了 他还在家里装了个迷你酒吧 每个礼拜都喝一杯 五个月后 他们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有人每晚继续读书 有人正在享受生活 有人一成不变 十个月后 你可能会发现 他们除了体重之外 没什么不一样 三年之后 你能从外表 判断出他们的生活方式 每天运动的人 看起来很精干 享受生活的人 则大富翩翩 五年之后 你会发现 他们活出了三种人生 有人将他新获得的知识 付诸实践 升了职 加了心 有人因为在工作上不满 家庭关系 也变得岌岌可危 还有人 除了日渐老去之外 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苦涩 我们常常为那些 一鸣惊人的成功而欢呼 却忽略了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他做出了哪些 微小而明智的选择 利用复合效应 无论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还是让自己持续沉沦 带来的差异 都是巨大的 在培养好习惯的路上 根深蒂固的坏习惯 是最大的障碍 达伦哈迪 在书中提出了五个 改变坏习惯的策略 一是识别出 触发坏习惯的原因 你有哪些不良习惯 比如熬夜 久坐不动 暴饮暴食 针对你写下来的 每一个坏习惯 找出触发它的原因 也就是背后的谁 什么 何地何时 你是不是和某些人 在一起时 更容易过度饮酒 一天中 是不是有某一段时间 会喜欢吃甜食 什么样的情绪 会让你放弃阅读 运动 扫睡等等 记下这些 触发坏习惯的原因 才能有意识地 避开泪区 二是打扫房间 去擦擦洗洗 也就是丢掉那些 引发你坏习惯的东西 比如 你想戒掉甜食 那就把家里所有甜食 都送给别人 清空购物车里的甜品 你想控制花销 就彻底收拾一次 家里的东西 看看你在用不上的东西上 花了多少钱 三是找出替代品 清扫掉 有法坏习惯的东西之后 再看一下 你的坏习惯清单 你能用更健康的习惯 取代它们吗 假如 你习惯了喝碳酸饮料 是不是可以用苏打水 加些柠檬 橙汁来代替 你喜欢吃薯片 享受酥脆的感觉 是不是可以换成 其他脱水的蔬菜干 四是逐步适应 你可能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 重复巩固和强化这些习惯 它们在你的生活里 是根深蒂固的 要想清楚它们 也需要花一些时间 慢慢适应 习惯喝咖啡的人 突然不喝 会引发困倦 头痛 甚至严重的不适 它要做的是 逐步降低咖啡因的摄入 逐渐用脱因咖啡 代替常规咖啡 再用脱因的茶饮 代替脱因咖啡 五是直接跳进去 冬天在北方洗澡的人 都有一种体验 最艰难的一步 就是走到花洒下 热水喷上来的一刻 等到适应了水温 洗澡就非常舒适 新习惯的养成也是如此 一开始你会觉得难以忍受 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想一想新习惯带来的清爽 振奋的感觉 短暂的不是就可以忍一忍 如果把你理想中的生活 设定为地图上的目标 你按图所记 一步步走向目的地 图中偶尔的偏差 会让你偏离路线 但只要及时毁掉 你还是能抵达终点 重要的是 你不会一步就走到终点 你无法花两个小时 就赚一年的薪水 无法在一周里减掉十斤 也不可能用一天时间 读完万卷书 所有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 而是持续地积累 无论你学的是什么 采用什么战略或战术 复合效应都是实现成功的 操作系统 毕竟 所有美好的改变 都会多花点时间 好了 这就是今天 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 更多美闻 也请你继续关注我们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晚间 相当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h